最近智玲姐姐可谓动作频频,话题不断,让人深刻感受到了她那颗强烈的复出之心。 47岁女星林智玲一直有宝岛第一美女之称,出道后绯闻不断,但她直到年过40岁却依旧没有走进婚姻的殿堂。 正当大家都以为她要单身一辈子的时候,2019年林智玲突然火速下架日本男星黑泽良平,并在2022年1月以47岁高龄生下一胎。 产后6个月,林智玲毫无征兆高调复出,又是卖书又是卖日历又是跑千寿,引发了种种猜测,让人忍不住担忧她的婚姻状态。 当然,林智玲她本人对于日本丈夫言语里还是多有维护,付出后接受采访时没少秀恩爱,还强调两人结婚至今从未吵过架。 然而,在最近一次品牌活动中,林智玲却还是红了眼眶,乃至哽咽落泪。 还好,她并不是因为婚姻触交才哭的,而是聊到了高龄求子的心酸。 虽然没有特别明确承认,但是早有媒体爆料,林智玲这一胎使用了科技手段,并不是自然怀孕。 对此,林智玲没有否认,甚至在最新采访中主动提及了这一点。 林智玲一开始只是想分享一下婚后育儿艰难,提到自己在生子后遇到的低潮,都是老公陪伴在身边。 可她还是会因为照顾小孩,影响休息,作息被打乱。 家世和孩子无法兼顾,同时还要养身体,一度有力不从心的感觉。 从林智玲的言语中不难感受到,她的负面情绪也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。 早在怀孕之前就已经开始,主要也是因为她经历了太多次失败,超过十几次努力才成功。 这样的心理压力肯定不是一时半刻就能缓起。 之前就有媒体毫不客气地指出,林智玲婚后一定会面临生育问题。 那时候林智玲才结婚,他们就直言,在林智玲这个年龄,就算使用科技手段,活产率也不到5%,意味着要尝试二十次才有机会。 为此媒体直接发出一问三连,要做到几岁,花多少钱,受多少苦。 做到了47岁,终日两地妃,苦到连林智玲都落泪,高龄怀孕生子就是这么难。 难道连林智玲如此高情商的人都忘记做表面功夫? 一听别人聊二胎,连忙就拒绝了,直言没办法办到。 林智玲话说得虽然委婉,但也很明确,除了心理压力,她的身体也不允许了。 对此林智玲表示,我觉得我没办法办到,身体会告诉你,我尽了所有该尽的努力,获得奇迹的生命,除了感谢就是感谢。 突然有点心疼,怎么回事?尽管林智玲不忘夸赞丈夫支持,但是很明显,大部分心理压力,乃至身体伤害,都是由她一个人承担的。 最后,也看点开心的吧,林智玲在这次采访中还首次曝光了儿子小明,对于这个来之不易的小生命,她没有给她特别启名,只是叫她小宝贝。 令林智玲欣慰的是,尽管孩子不是自然孕育,但身体依旧健康,正在茁壮成长。 这里也祝福林智玲未来能婚姻幸福,家庭美满吧。 夫妻俩顺顺利利地一起陪伴孩子长大,实现亲眼看着孩子做运动员的梦想。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,林智玲嫁日本人生完后复出,人气下跌,颜值下降,回应家暴,惹人脸。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,嫁给日本人黑泽良平的林智玲与之前甜美贵气的状态大不相同。 不论是说话方式,做事风格,还是面容,都越来越靠近日本人,似乎被日本的分为童话,让粉丝震惊的同时,也为此遗憾。 林智玲嫁给日本人生完后复出,人气下跌,颜值下降,回应家暴,惹人脸。 10月9日,阔别已久的林智玲在嫁给日本人并生完后正式复出,向粉丝介绍她的新书刚刚好得优雅。 生完宝宝的林智玲展现出她的母爱,由于在场小朋友很多,林智玲开玩笑地说, 两年没有回来,很多小朋友不认识志玲姐姐,没关系,可以叫志玲阿姨。 本以为这次林智玲带着新书复出,会借此全面开始暂停许久的事业。 没想到,林智玲话锋一转,称自己现在没有立刻复出的打算,只想在家相夫叫子。 此次回国,也是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,希望再次与大家见面时,不要忘记彼此。 虽说婚前的林智玲很受粉丝路人的喜爱,但这次她露面却并未有以往那么受欢迎。 现身捧场,欢迎的粉丝非常少,就连记者采访时也达不到以往的水平, 明显让人察觉到婚后的林智玲人气下跌严重,路人员正在逐渐消失。 除此之外,林智玲当天现身时,颜值也下降了许多,整个人状态非常差,面部忧宠, 笑起来眼睛的弧度很是怪异,疲惫感扑面而来。 看得出来,多年未复出,在家带孩子的林智玲像普通妈妈一样疲惫不堪, 加上年纪已经到了47岁,脸上胶原蛋白消失后, 不管怎么保养,也无法抵抗岁月的侵蚀。 像林智玲脸上的肿胀感,有可能是近期医美留下的痕迹。 不过,这医美手段明显不过关,让林智玲面部充气感很强, 希望她下次保养时能换一掐。 此前,网上一直有传言称,林智玲被黑泽良平家暴, 对此传闻,林智玲表示婚后时间很宝贵。 我不太看社群媒体的留言, 我觉得参与网络世界就会忘记和身旁人相处, 不在乎一辈子没交集人说的话。 还透露她和老公从未吵过架, 不知道家暴传闻是怎么来的。 这种被迫回应家暴传闻, 为丈夫澄清的林智玲看上去尤为惹人怜爱。 不知道这样一位温柔小女人的优雅女星, 为什么会一直被造谣家暴呢? 难不成吃瓜群众就这么看不得人家幸福? 此外,林智玲也大方表白丈夫, 我和先生有一个约定, 有些我可能表达不出来的时候, 你可不可以允许我让我牵着你的手? 我觉得你一定会知道, 我们没有想要伤害彼此, 当你感受到对方的温度, 那一切事情都可以过。 接下来说, 林智玲儿子长相公开, 眼睛大,皮肤白,像妈。 林智玲哽咽暴,无法生二胎。 近日,林智玲在自己的新书发布会场, 谈及了很多关于自己育儿的事情, 以及自己家庭的私事, 一时间也是引起了不少人的围观和热议, 因为网友们对林智玲首次付出, 还是充满了期待的。 林智玲这一次就公开了自己儿子的长相, 比如她说儿子小时候就像爸爸, 不过现在长得越来越大了, 眼睛大大的圆圆的, 并且皮肤十分的白皙, 这一点就是和自己很像了。 林智玲在谈及儿子长相的时候, 十分的开心和骄傲, 既然儿子长相酷似林智玲, 那么应该以后也会是大帅哥一枚。 关于是否会生二胎的问题, 林智玲也是丝毫不避讳地表示, 自己身体已经不允许了, 一胎已经是上天的赐予了, 不敢奢求二胎。 谈及此事的时候, 林智玲也是眼泛泪花。 要知道,林智玲是非常喜欢孩子的, 曾经一度对外界声称自己想要龙凤胎。 不过林智玲也是知足常乐, 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了, 所以林智玲目前就是很开心了, 很满足了。 但是林智玲生这个孩子的时候也是相当的不容易, 比如当时林智玲结婚被孕很长时间, 一直都没有成功, 也跑遍了各大医院, 最终也算是终于得偿所愿。 林智玲还表示, 自己产后还患上了产后抑郁症, 因为对孩子太过于担心, 不过目前自己女性乐部上 grund到了回来。